好 今天要帶來的這個雞肉料理呢 我已經看到了 是雞胸肉 對 我們 減重的時候最好吃的這個肉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雞胸肉料理 好 那我們雞胸肉它有一個厚度在 那下面比較薄 那今天我們是用蒸的料理 所以我們要讓它熟成度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肉厚的地方 我們把它撇開 好 撇開之後 那我們薄的地方直接先切掉 好 那中間的部分呢 我會先對開之後 片狀 片狀它在熟成會比較快 好特殊喔 一般我們好像片狀只會是像牛肉 豬肉 雞胸肉的雞胸肉就這樣片狀 對 因為它會有 第一個食材會有一個拉長放大的效果 快跟片狀的差別就是說 快狀你再蒸不好熟 快狀適合熬煮 那你蒸我們就把它切成片狀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放一下我們的調味料 一樣我們的鹽巴 然後生粉 生粉就是我們講的太白粉 不要太多 太多吃下去會變肉羹 會變肉羹 然後來一些胡椒粉提香 溫體的雞胸肉呢 它因為沒有經過結冰 所以它不會有這麼多水分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不要急著去下水 它這樣子乾狀呢 反而會讓我們每一塊雞胸肉 都可以很均勻的沾裹上太白粉 我們運用外面這一層太白粉 來保護我們裡面雞胸的軟嫩 還有它的湯汁 來 這時候我們再來補一點米酒 一點點就好了 一開始米酒我不先放就是說 我們要先看一下雞肉裡面的水分 好 來 這時候我們再把它拌下去之後 黏糖 那我們做東西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調料 都把它倒在一起 我們做料理其實就跟畫畫一樣 我們慢慢的調 調一個我們要的顏色 那我們做料理就是我們調一個 我們要的味道 再一層一層的疊上去 對... 它是需要... 味道是需要去堆疊出來的 那都均勻了之後 最後就是下我們的油 我會先放一點醬油帶味道 一點點喔 真的不要太多 一點點就好 真的是一點點 它會有一個醬香味 好 醬香味 這時候拌好了之後呢 我們之後再來加我們的油 雞胸肉呢 因為它沒有油脂 它全都是瘦肉 那它是非常紮實 那油第一個可以保護 讓它與水分隔離 不會讓它吸太多的水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的雞肉 它會每一塊都會分離 它都會不會整坨黏在一起 那我們油下去的時候 不要太快地攪拌 我們就輕輕地把它拌勻 好 拌勻 就是鍋底會看到一些乾淨的油 那你如果說這時候 我們在拌的時候 鍋底的油已經混濁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才外面那一層 太白粉已經脫落了 就是表示你油加下去的時候 拌得太厲害了 那你的雞肉等一下吃起來 就不會滑溜 好 這樣子 這個其實真的是非常有學問 你看我們拌完之後 那個油還是乾淨的 這個要記起來 來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先放在我們 要蒸的盤子 而且在這個堆疊在盤子上面的時候 絕對是每一片都要分開的 是的 是的 而不能是有厚度的堆疊 我們把雞肉放在下面 那我們上面要擺我們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鴛鴦蠟腸蒸華雞 那鴛鴦就是 黑色的是肝腸 然後紅色的這個是蠟腸 這個兩樣都非常的好吃 講到這個鴛鴦 我覺得香港人很有意思 當年我在華航扶勤的時候 飛機上常常 尤其我們台北香港 還有北高這些縣 我們一飛的時候 香港人特別愛喝所謂鴛鴦茶 我想奇怪 我就跟他說 我們有紅茶有烏龍茶 還有所謂的綠茶 我們飛機上沒有鴛鴦茶 他說小姐 我們香港人講的鴛鴦茶就是說 你一半咖啡一半紅茶 紅茶跟咖啡是比較台式 是台式的鴛鴦 這樣子 對 那我很欣賞港式料理就是說 他們都非常的用心 跟很極致的去呈現 他們所要呈現的料理的精神 對 那一般的話我們講說 臘腸這麼貴 我們放香腸可不可以 可是那個味道就不一樣 風味其實差很多 完全是不一樣 而且看這個 俊豪在擺這個 這個肝腸的時候蠟腸 然後發現它是隔著 不是說像我們這樣一片灑蠟水 連蔥都要擺好姿勢 蔥一樣我們放蔥白 蔥白它蒸的時候 一樣是可以維持這個顏色 綠色的蔥下去 蒸它就會黃掉 那我們上面點一些油蔥酥 那我們今天用紅喜菇就是 它就是淡淡的菌類的清香 對 所有菌類我最愛紅喜菇了 那我們今天就把它弄成一株一株 那它等一下蒸軟的時候 就會很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薑片 薑片我有稍微給它做一些 線條上面的造型 剛才忘了跟各位講就是說 這個臘腸 我們就加一些米酒 或是紹興酒 把它放到蒸籠裡面 蒸個大概三分鐘就好 不要蒸太久 蒸太久裡面的油會化掉 你切出來的時候 裡面的油的地方就會流失掉 它就會有空洞 它會有空洞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擺設完成 擺設完成之後 我們就放到鍋子裡面來蒸 那個紅棕頭這個不用擺嗎 只需要擺薑片嗎 因為它蒸完之後會變 顏色會變 那你都知道 我就是喜歡避當避塞對不對 那我不想要它這個紫色 比我還要搞怪 我不想要它這個紫色 等一下因為熱的時候而揮發掉 我等一下就是 我們用餘溫把它點綴在上面 就會多一個顏色 比較漂亮 好 好,這樣要蒸幾分鐘左右 在家裡操作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電磁爐、瓦斯爐 我們還是拉到八到十分鐘 會比較好 好,八到十分鐘 那有沒有辦法確定它熟 我們可以用筷子搓看 或是用剪刀剪一下 裡面都是雪白就是熟了 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一道這個滑鞍雞 對 我們的雞肉都已經好了 我們一樣看一下最後的那一塊 這樣就是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的油都是清的 表示我們今天做的滑雞 非常的成功 那這個不要浪費 在那裡拌飯非常好吃 對 有點像海南雞飯 對,港式的蒸飯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老師 像你們在考試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看看 這個湯汁有沒有濁 就表示說 你今天在拌太白粉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過度了 對,因為你看 你看我們中間的都還是輕的 都還是輕的 因為就是怕有人回去做出來 怎麼變成粉蒸排骨 那個湯怎麼都濁濁的這樣子 真的那麼滑嫩嗎 我試看看 好 趁你還沒有擺盤之前 好 別個都好大一塊 好 有滑嗎 有滑進去了嗎 一點都不像雞胸肉 好,這時候蔥綠一樣 點它的色澤 這我剛才講 我們趁現在用餘溫 然後一些些我們炸好的油蔥酥 它到現在還是粗的 我聽到聲音了 到現在還是粗的 我們就很自然的 自然就好 對,自然就好 這時候 然後我們放一些綠卷跟紅卷 就這樣子搭配起來就好 我們不要去搶了雞肉的主題 它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 鴛鴦華胺蒸雞 好 好,所謂的鴛鴦 就是因為我們用了不一樣的 這個臘腸 一個是乾腸